今天來到大家怎麼造貿易啦齁 現在你賣這個貿易商人家齁 啊來點一堆人火火啦齁 啊看不然他不知道要走多啦齁 啊你就去看他這個數字齁齁 你就用糧食去除以%數啦齁 糧食除以%數 你看到一個比較高你就去走啦齁 啊不過重點是你要走得夠 你要看你糧食多少 走得夠走不夠 像在這裡我看起來齁 我就想要走這個就好了 你不用去走最高 你走最高不一定會彈齁齁 所以到む多 purchase就好了齁 終斷齁 所以我來選得到這個齁 這個蛤蜊蜥村齁齁 啊你就買好齁齁 啊買好去齁 你妳可以看才有牽涉 有牠裡面有沒有齁 有喔這這蛤蜊蜥 Slide 好我在看起來還有沒有 檢查一下齁 來你看中途很多個 doll 像你蛤蜊蜥 蛤蜊蜥是在這裡嘛 中途會經過的地方 不可以買齁 它就不會經過海底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買了 我們就直接來齁 來這裡齁 你不要像這樣 路上你看到可以挖 你就把它挖起來齁 它這裡的顏色是綠色 綠色以上你就都挖 白色的齁 你基本上你可以不要挖 像時間了 你的貿易等級 如果你要連等級 我建議你都不挖 因為挖挖你連動比較高 像我現在十五金齁 最後十五金你可以做三級馬車 三級馬車 你才能量的比較多 你這次買的東西可以買比較多 你看他什麼神秘傷人的威 你如果有貿易瓶 你有這位特殊的貿易瓶 要賣的時候你就可以去找他 那如果想放就賣了 你看這個是反方向 我們就不要去 他如果基本上有順路 有順路你比較去就好 因為他買的東西其實也還好 他就買那些什麼 買那些什麼我哥 九頭 都買九頭 他還有粉末 我那些什麼遺跡 那些什麼 橘色粉末那些人 這個人 我剛剛他比較有效的就是 那個橘色粉末啦 就是這個東西啦 痕跡這個比較有效而已 其他的沒有什麼效 所以我那些 強制突破死那也沒 那其他的 黑死那我就不會買了 買那個東西 那些也減不過 減不過 那要把他吃 喔他放掉齁 黑我吃放掉 1. 監視塔 監視塔好像沒準喔 這也沒準喔 監視塔往下 所以我們也一樣繼續往前走就好了 那就不要去 你如果去找那個有什麼太偏 找一個太偏 那是龍火你的那個什麼 龍火糧子啦 因為你基本上 你如果每天有把那個貿易找了 那糧子很凶而已 一天差不多要5萬的糧子 你家在賺錢 你賺沒那麼多 你賺了這麼多 你家在賺錢 所以我那羅馬就不會走 走到盾這麼重 走到盾 好 啊他這個路邊有那個戰鬥齁 盡量就都打了齁 因為你打了他會給你一些量子 打了他會給他量子齁 給他一點點齁 給他一點點齁 所以有那個可以多少打齁 好啦 夠了齁 啊你 基本上你的走這個你不可以去看什麼 他的什麼 截止市價變動啦齁 因為他基本上只能一直跳一直跳 有人說齁 你就是在在時間內吃 啊不過 那時間來齁 他也是在跳動 你知道嗎 他也是一直在跳 所以 你要緊張比較緊張就好了齁 比較緊張賣賣齁 他的物價的浮動不會差那麼多 就像那你現在看到的是怎樣 假設你現在看到 你是要走對的 我們要走那個 這個人齁 特蘭特村齁 320%有齁 你如果拐時間拐久 因為人看320%齁 你看 又漏下來齁 302齁 你看他這個還沒倒數了齁 他現在還要8分鐘齁 又漏下來 漏下來齁 這是怎樣 因為有人走那裡賣東西齁 所以價值得漏下來 所以這是在比說齁 算很緊張 很緊張你賣賣有好價值你知道齁 你如果要漏下來 你會越賣越多 所以齁 你就趕一個 差不多中段齁齁 就是在爬手 比較緊張 你就趕快走到那裡就好了 你不要在那等著說時間到 趕快去走 因為這是一直在變動 這個價格是一直在變動齁 一直在賣一直在賣 齁 所以 所以你不要去看 什麼字架變動 就趕快走過就對了齁 趕快走過就對了齁 這樣啦齁 啊你到時候你就記得要買糧食 齁 糧食一定要買齁 啊來看你家有什麼 其他東西沒賣齁 都把它買賣掉齁 齁 這樣就好了 你的村莊齁齁 欸 這裡是蛤蜊西村齁 應該是招不到齁 齁 對啦 對啦 招到齁 好 啊來看 我們量食還有一萬二齁齁 啊如果有比較近的齁 你也可以繼續走 啊不過看這個招數我就沒辦法齁齁 你要跑去就要跑到這裡 這裡一萬三齁齁 啊不過我們的量食不夠 啊如果不夠你就跳出來了 你不夠你不可以走 你走一趟 所以沒有量食就直接跟你掛出來了 齁 好 啊我們今天教學就到這裡齁齁 啊 啊